其实这样的一个座栏会 不论是蔡英文或者韩国瑜 有两个面下观察 第一个是角色期望 蔡英文角色期望就是我现在的领导人 我所拥过有所有的资源 那蔡英文的个性本来属于那种很冷了 比冬天的冰冷的冬雪还冷 所以角色期望对蔡英文 自己本身跟年轻人对他来说 他不会有任何火花 因为本身他就是个冰冷的个性 第二 从众行为 全世界年轻人大部分都大同小异 我们也年轻过嘛 年轻人就是从众行为者重 独立思考者少 流行敢流行 他们对韩国瑜就是偏见跟野语 当嘲讽变成流行的时候 我不嘲讽他 我就不流行了 去打蔡英文是没有任何热情 去打他觉得打他不是流行的时候 我都不打蔡英文 好 那我们看看 其实对台湾来说这是危机 那我们看一下 这场座位 这场两场座谈的座位 是155个座位 这两天台北失了 这不成问题 蔡英文前一天只有一百个人到 一百个人 大概就三分之二 还有三分之一不满 这个韩国瑜还不错 一百四十个 四十个人到 坐满了一百四十个位置 可是比较起来 应该说如果年轻人 真的关心自己的未来 这应该是超过原来的位置 应该是那个走廊上 或者是走道上 要坐满人才对 那表示年轻人对这次选举 它显示出一个特质 就是冷漠跟疏离 这当然是因为民进党执政 这四年来 对于年轻人只是开些支票 没有兑现 那韩国瑜呢 陷在自己身陷 领导当中 还没有完全脱困 如果年轻人不出来 不愿有更多的热情 奉献这块土地 奉献这个民族 奉献关心两岸的未来 谁当选领导人 对未来来说 台湾都要走入死胡同